1 2 3 4 嘿!大家好我是洛卡 嗨!我是顧巴 我是妙妙 大家聖誕節快樂 哇!這麼早就聖誕節快樂了 連那個聖誕書都還沒拿出來 已經在聖誕節快樂 對啊!因為我們現在要來吃 聖誕大餐 今天我們要來吃的東西是什麼東西啊? 必勝客的聖誕花圈的披薩 喔!這個聽起來好像蠻厲害的感覺 而且是今天剛上市而已喔 今天剛上市 今天第一天 今天第一天 我們幸運搶到了是不是? 對!而且我們等了一兩個小時 之前好像出了很多奇奇怪怪的披薩 我們沒有一個搶到的 之前十月份有一個愛心的 然後是彩虹的 然後我剛才有打電話去問 本來想說也要買那個 結果那個沒有了 然後還有更早之前 我記得我們也有要搶一個啊 很流行 大家都在拍的 那個豬血糕跟 香菜 還有皮蛋 有香菜 那個披薩 結果那個我們沒有吃到啦 反正就是一豬之憨就對了 對! 那這次你就非常快事的 開了這個 好!趕快開! 妹妹餓了 妹妹餓了 有可能今天新上市 所以大家很多人訂購 他們就很忙 稍微有點累 不過我有發現到 它這次有個不一樣的東西 因為它這邊 現在有黏這個欸 然後就會寫說 外送人員目前沒有發燒 對!它的外送人員 是有量而溫 第三十幾年 沒有發燒很健康的狀態 這個算是一個 比較安心啊 對!對! 今天這個套餐是四到六人份 四到六人份 四到六人份 我們現在只有三個人 欸!怎麼現在在裝潢 現在晚餐時間欸 不是啦!現在怎麼在裝潢呢 怎麼會有咯咯咯的聲音 他要慶祝我們聖誕節 然後這是這一次的套餐 全部雞肉都給我吃光光 哇!妹妹最喜歡吃雞肉對不對 這個好像有雞腿肉 啊!是一隻大雞腿全部切開吧 欸!可能是喔 對!看起來好像是 原本是一個大雞腿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什麼 巧克力 那是韓國的那種麵包 韓國麵包 吃起來比較Q的 這個我就沒看過了欸 對!這個 這一個這些給你們吃 這個好像單純餅米加上起司的感覺 對! 這個 然後再來就是 芝西香腸 這兩個給我吃你們兩個 這爸爸吃這一個你吃這一個 哇!全部每天都要把他幹走咧 他已經安排好了 對!他把雞肉全部搶走 然後來看今天的重頭戲啦 你們有雞肉 就是這一次的 聖誕花雀披薩 欸!我怎麼覺得好像變小 四到六人份這樣好像不夠欸 而且跟想像中的好像有一點點落差 這是烤雞 它有特別寫烤雞 然後芝心的外皮 那白白就是什麼 起司啊 起司 它有好多種的起司加在一起 好特別喔 有三種起司吧 其實也沒有變小 因為我發現到它這邊好像是把它捲起來 把它捲起來 所以沒有特別縮小的感覺 但是看起來就視覺上好像變小了 好像圓圓圈喔 像什麼 像圓圓圈 圓圈圈喔 天天圈圈 對 天天圈 不過就是很有聖誕節的氣氛啊 因為就是花圈啊 我覺得就視覺上來說 我們先講視覺好了 嗯 視覺上第一眼還沒有吃 沒有任何口味上的那個加分 覺得這樣看到的話 如果一到十分的話 你覺得相似程度啦 我們不要說好不好看 相似程度跟你幻想中的聖誕節花圈 聖誕節 我覺得不好看 那就五分 五分中間 我覺得不好看 比小朋友來講 對 妹妹覺得不好看 為什麼 因為圓圓的 甜甜圈的樣子的皮下很好笑 真的嗎 不知道什麼意思 這就是新奇啊 他們的創意啊 對啊 一定要加多一點點菜菜的話 看起來就比較像對不對 已經有菜了 然後可以再加多一點了 看起來會更像花圈對不對 我是覺得啦 如果是我的話 我大概會給那個六分吧 因為看起來就是 料沒有到那麼的豐富 應該是說它會搓水 你們吃披薩 然後我知道 對在烤的時候 它會食物會變甜 你們吃披薩 我知道 這裡也有肉啊 這裡也有肉 好啦 那我們就馬上來開動一下 那就先讓妹妹開動啦 妹妹先選一個 你想吃的 我要吃到 好你就拿錢吃吧 那我們先把這個盤子給你 擋好了 好不好 這個當你的盤子 對 然後雪地快 你要的肉肉 然後這個 這個基本上我覺得應該是 哇他直接拿雞腿 我覺得這個的話 我們應該不太用平的 除了這個 這個是比較新一點 沒吃過的 這我們沒吃過啦 不知道是不是新平 看起來有點像麻糬是不是 我覺得像餅皮加起司 直接吃吃看 直接吃喔 對你直接給它吃吃看 好還不知道它是什麼名字 口味看看怎麼樣 就是薄的起司 披薩 沒有我覺得就是 單純一個餅皮加上披薩 而且這個也不薄啊 其實算厚的 因為它不是那麼多 我知道了 這是蒜味吐司 這是蒜味吐司 這是吐司 蒜味披薩 蒜味披薩 那其實這邊有一個是最準確的啦 因為它這裡有寫 香蒜麵包八塊P 這個 所以是香蒜麵包 對 因為它的香蒜味道還蠻濃的 可是看起來不像麵包 看起來很像披薩的餅皮 然後加上 香蒜醬 這是香蒜醬喔 我一直以為是起司醬 所以它沒有起司 它沒有那個香蒜的海苔粉 是不是 就是綠綠的那個 對對對 然後我剛才有發現到一個問題 就是它沒有切 你有發現嗎 它沒有切嗎 因為它就是要特別讓它圓圈的樣子 喔真的喔 所以它沒有附嗎 沒有附什麼道具之類的 沒有 還是有一袋什麼 餐巾紙那一袋 沒有餐巾紙 沒有餐巾紙 那就要自己把它拾開是不是 我們去拿我們的道紙好了 現在時間其實是晚上七點半 結果好像在施工 不知道是樓上樓下還是隔壁洞 很蠻辣身的 你覺得是樓上 你覺得是樓上喔 我吃一個香蒜 就是披薩皮 加上蒜頭的味道 哇 直接就給它開切下去 而且把這個中間起司切一半 哇哈 兩邊都有起司 但是我覺得它沒有切 也沒有附刀具的話 那如果我們在外面怎麼辦 就用扯的 野蠻一點就對了 還好我們在家裡 對啊 就有道具可以用 然後它旁邊是支心的餅皮 其實這樣拿起來是還蠻厚重的 它的起司的部分其實蠻多的喔 這整個上面都白白的 而且那個雞肉看起來就很紮實的感覺 應該是吃了飽啦 我覺得就是 但是它寫四到六人份其實有點少耶 我覺得 真的假的 我覺得對我來講很多耶 怎麼可能 那怎麼可能 我吃一塊差不多就飽了 那怎麼可能 我小鳥味餒 不過它的起司真的給的蠻多的耶 我覺得在吃的時候 起司鹹鹹的香氣 還蠻重的對 好我要來吃烤雞的部分了 我太愛吃到 我太愛吃肉了 妹妹吃第二個了 哇 這個已經被它變成小骨頭躺在旁邊了 四歲自己吃真的是好棒喔 超強的 哇 吃上它的烤雞整個加分耶 為什麼 好香喔 好好吃喔 它烤雞是什麼樣的味道 香氣的 只有一點泰式的那種 自然的那種烤雞 烤雞有醃過 讓這個披薩的味道 變好香好濃喔 鹹度不會太鹹 你看我滿嘴都肉 好肉肉 嗯 好厲害喔 自己在吃耶 我剛才上網看了 結果這個綠色蔬菜 已經菠菜耶 太特別了 因為從來沒想過 披薩裡面會叫它的蔬菜 這次的起司用了好多種 有莫札瑞拉的起司 還有知心起司 帕瑪森的起司 喔超級多的起司 難怪拿起來這麼重 分量夠多 然後剛才特別在介面上 有看到它這個 披薩上面就有寫說 不會切了 我們誤會人家了 人家是有先寫的 我們沒有注意到 吃完了肉 你看 我知道你 吃太快了 爸爸現在要準備吃第二口而已 好啦 那剛才有聽了 喵喵介紹 這個裡面聽說用的三種吐司 不是三種吐司 三種起司 然後跟 對 跟烤雞 其實它好像還有培根耶 然後還有甜椒的部分 真的是配料還蠻豐富的 而且我一直覺得 這個餅皮捲起來 這邊吃起來 不知道什麼樣的感覺 我先吃一口好了 它這邊裡面就是包起司 很鹹香 標準的起司味 我覺得它配料的口味 是非常多層次的 因為它本身那個起司 是有 帶有很重的鹹味 然後呢 裡面也有蔬菜 所以蔬菜會有點 給我們多汁的感覺 雞肉 嗯 雞的辛香料應該真的很多 然後它的雞肉是有皮的 所以會比較多汁一點 油脂也會比較豐富 但是這樣看起來 它的配料就是 紅紅加綠魚 真的有聖誕節的氣氛 對 可是我覺得 因為它是有 經過烤過的 所以它的 綠色會縮小 然後變得比較黑一點 紅色也是 會稍微縮小 看起來分量就沒有那麼多 就視覺上來說的話 還是以這個 餅皮為主 在它的官網上 看到的那個 他們整個 披薩的擺飾 它的菠菜 是有比較多的 所以看起來就是 紅紅綠綠更多 嗯 因為那個是形象招 所以它派來比較好一點 對 我覺得就口味上來說 這個是推薦的 結果妹妹已經開始在吃巧克力了 好吃嗎 嗯 你喜歡吃這個巧克力的口味喔 嗯 但是你的嘴巴都是巧克力的耶 怎麼辦 是嘛 是啊 整個嘴巴都是巧克力的 真的耶 對啊好多巧克力喔 怎麼辦 媽媽好吃嗎 還不錯耶 我覺得蠻推薦的 這一次的話 我覺得買這個聖誕花籤喔 可能還是有一點限量的時間 就是 大家真的到聖誕節還吃得到嗎 其實我發現好像聖誕節 或者像跨年這種幾日的 大家會平均 比較喜歡去店一些 披薩或者一些外食等等的 所以呢 大家如果說有想試試看 這個新口味的啦 其實也可以找一下時間 去去訂訂看 我們剛才也是訂的是外送喔 它外送跟外帶 都是一樣的金額 對 所以如果不想出門 或者是外面下雨 冷冷的話 你要在家裡 要吃個大餐呢 也可以訂個這個 在家裡吃 它應該是比較不一樣的組合 對不對 它不是一般的那種買大送大 對對對 也沒有買大送小 所以就是一般一樣 八九九四到六人套餐 就是這樣子 好 那今天影片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了 雞胖的披薩是推薦的 喜歡我們先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聖誕節快樂